不放过每一个小思考 让我们与问号狭路相逢 今天的治愈能量卡牌 你准备好了吗 哈喽,我是易阳千玺 你最近的睡眠质量怎么样 今天我们来聊聊 晚上怎么尽快让自己睡着 这是一个难度系数 仅次于今天吃什么的世界难题 你知道为什么你总是关了灯 还想玩一会儿手机 到很晚了都不觉得困吗 这是因为手机屏幕释放的蓝光 会一直褪黑速地产生 减少我们的困意 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玩手机 不如把它放到一边 就让这段声音陪伴你 准备入睡吧 我们先来听一段声音 你有没有发现 下雨天能睡得特别好 这是因为下雨的声音 听起来像白噪音 这是一种能帮助身体放松下来 让你慢慢入睡的声音 类似的 还有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 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其实为了解决入睡的问题 有一个最新的研究 婴儿之所以睡得香 是因为晃动的婴儿床 能帮助婴儿睡得更快 更深 还能顺便巩固一下记忆力 这对于我们 也同样有效 所以 你也可以试试吊床 摇摇椅 来帮助自己入睡 或者换个思路 我们在坐车的时候 经常靠着车窗 就睡着了 其实也是同理 之前我有过一次 坐四十四个小时的 绿皮火车 去云南的经历 一路上 火车声音 其实还挺催眠的 而且坐在车厢里 可以经常看见路边的树 远远地 朝你靠近 又渐渐地走远 这应该是坐火车的时候 一种和树木 特殊的打招呼方式吧 下车了以后 感觉踩在地上的路 都是软的 身体似乎还处在 火车的节奏里 还听说过一个方法 那就是通过控制眼睛 来放松自己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先把眼睛睁开 尝试盯着 离你最近的一个东西看 你是不是感觉 这时候的注意力 特别集中 而且盯得越久 越仔细 但是我们尝试一下 把眼睛和大脑放空 不看着某一个 固定的东西 这时候 眼神是涣散飘忽的 没有聚焦点的 所以 我们要从根源上 解决睡不着的问题 你先把手机放下 两只手平放在身体两边 然后闭上眼睛 闭着眼的同时 你让眼睛尽量向两边分开 当后槽牙上下 没有咬在一起的时候 就说明 你成功了 这个分散眼睛的方法 能让大脑 处在平静和空白的状态 接着身体 就会放松下来 没一会儿 就能睡着了 其实养成一个 良好的生活作息 你的生物中 会比这些方法 更有效 希望你 比昨天 睡得更好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